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这堂日语课 我是琴珊老师 好,那他们还在观夜市 然后一边吃台湾美食 一边聊天 好,那一样看一下他们的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腹饿了 什么要喝吗? 我要喝酒 我会喝酒 这个店的甜味料汁是很美味的 我要点两个 小冰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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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 好啊 服も買いたい 我本身は色んな服もあるし きっと好きな服もが見つかるよ Ryoko說 お腹いっぱい お腹いっぱい 就是吃飽了 好飽喔 然後Jack說 たにか飲む 你要喝什麼嗎 然後Ryoko說 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が飲みたい 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 什麼呢 珍珠奶茶 因為日本沒有珍珠奶茶 所以Ryoko想喝看看 Jack說 この店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はとてもおいしいよ この店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 這間店的珍珠奶茶 非常好喝喔 OK 然後Ryoko說 ありがとう 然後接著說 それから 服も買帶 還有我想買衣服 好 Ryoko跟Jack熟悉了之後 慢慢可以表達出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Jack也是很溫柔很體貼 然後就介紹台灣的很多東西 好 那接著Jack說 ココナラ ココナラ 一邊喝東西 一邊喝東西 繼續逛夜市 好 那我們學一下 就是到了夜市一定會用得到的形容詞 就是跟味覺有關的形容詞 像酸甜苦辣 怎麼說呢 好 看一下 酸 失敗 甜 甘い 苦 苦 辣 辛 酸 酸 酸 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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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a 好 這個跟味覺有關的形容詞是非常好用 所以你要學起來 好 那也衋打垮 涮 像中語甜 什麼 西 前面加的一個詞 那比如說 非常辣 とても辛い 有一點辣 少し辛い 不太辣 あまり辛くない 完全不辣 全然辛くない 所以 あまり不太 全然完全 這個時候後面是一定皆否定 這個複製也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學起來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日本人的個性 日本人不管男生女生都比較保守 一開始很堅 但是熟悉了之後很好相處的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這一點喔 請問一下可以試衣嗎 可以喔 試衣間在二樓 試着室は二階です 返品交換はできますか 可以配合或是交換嗎 可以可以 七天內帶發票來都可以退換過 好 本当 じゃあこれにする 好 那他們到了服裝店 開始試穿 好 那這邊的對話是 六個跟店員的對話 好 那我們就是看一下 六個說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試着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他的意思是 可以試穿嗎 所以 てもいいですか 他的意思是 可以做這個動作嗎 好 這個語法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就是在看兩個句子 比如說 可以拍照嗎 可能去旅遊 怎麼說呢 首先 拍照 シャシンをとります 可以拍照嗎 シャシンをと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所以 把マス型改成貼型 後面加 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做這個動作嗎 這個是問對方 許可的用法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可以坐這裏嗎 坐這裏 ここに座ります 那可以坐這裏嗎 ここに座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ここに座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接著店員說 はい 試穿室は2階です 可以 4窗室在2樓 然後六個說 返品交換は できますか 這句話很方便 返品 就是退貨 交換 就是換貨 所以 可以退貨 換貨嗎 然後 店員說 大丈夫ですよ 沒問題 レシート レシート があれば 7日以内なら 電品交換 できます レシート があれば 有送具 的話 就是7天以內 買退貨 換貨 接著 他の服 その服 かわいいね とても似合ってる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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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衣服好可愛よ 很適合你よ 就是很會賞美 那六個說 本当? じゃあこれにする 本当? 真的嗎? じゃあこれにする 他的意思是 那我決定這個 これにする 這句話很方便 比如說去餐店 或者去衣服店 我決定這個 可以說 これにする 到這邊是 他們的對話 接著 我們稍微學一下 視窗的時候的日語 那比如說 穿起來 剛剛好 怎麼說呢? 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那如果穿起來 有一點小 ちょっと小さいです ちょっと小さいです 那如果有一點大 ちょっと大きいです ちょっと大きいです 那如果想問店員 有沒有其他的顏色 他の色はありますか? 他の色はありますか? 想問サイズ的話 他のサイズはありますか? 這樣就好 那如果付錢的時候 想問 可以用信用卡嗎? 怎麼說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が使えますか?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が使えますか? 這樣就好了 那接著 我們稍微學一下 讚美別人的用法 那剛剛的對話裡面 Jack有讚美六個的衣服 那我們也學一下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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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可愛 可愛 那如果很帥 カッコイイですね 那如果 你那个帽子很棒哦 その帽子 素敵ですね 那这样就好了 那不管日本人台湾人 大家喜欢被别人赞美吗 所以大家也学一下 然后有机会我就可以用看看 感谢观看